畫面中可以清楚看到 一株即被木棉連根拔起後 倒塌橫躺在路面上 另一株則是半島 壓在旁邊一家旅業工廠的屋簷上 樹木的重量把屋頂壓凹變形 業者在監視器裡看到工廠有狀況 當下立刻衝到現場查看 我從監視器看到裡面好像有樹枝 然後然後來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我們之前都大概有一個底 因為他這邊的話樹根都還蠻淺的 被壓到的工廠位於台南仁德太乙工業區裡 雖然公所會定期修剪 但這兩株三十多年的即被木棉 似乎還是因為頂不住杜蘇瑞的狂風暴雨而倒下 事發後公所已派出吊車前往協助移除 業者說工廠被樹木壓到 造成他們很多損失 我們後續下個禮拜開始又不能上班了 現在等了整個要重新在整理 所以光那個生產所需也算蠻大的 業者說他估計樹木被吹倒的時間 大概是清晨四五點左右 當時工廠裡沒有人 因此幸運的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華爾新聞黃品萱 侯振倫 孫慧娟 秋雪雄 劉瀚生 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莊雨潔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